欢迎回到肥宅的模型频道 到了月底又是跟大家看回来的再返 出这条片的时间就刚刚过了星辰 但是未到新年 讲生蛋快乐就真的迟了一点 但是照时说得切一句 Happy New Year 今次再返的机体数量不算太多 所以有些款案可以多说两句 另外Bandai在20号的时候 公布了2024年一些新款的资料 全体内我就会在下条新品影片再讲 但是其中一份新的AMS 真的忍不住了 我会在尾里讲一讲 最后头盔都要得翻实 以下评论就基于我自己本人的主观意见 砌模型就何时都有爱可以充 照回关系我们由大讲到小 2020年Pino 1PGU元祖高达 算得上是新一年比较开心的消息 这一款PGU基本上就说得 是Bandai这么多年出高达模型的 偶心力血 集合所有技术于一身的精品 除了本身的结构够够复杂够指制之外 它也有合金的部分 包括了发光的组件 螺丝、油压、关节 甚至连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食黑片 它也有给你 就着发光无助来说 它连雷射剑也有发光 所以即使它已经出了第四年 基本上一出都是被人买清的 这一期模型就跌了价了 大家都可以留意外面有没有一个 笋价可以当新年礼物 买回来哄自己 其实本身12月已经有这一款再犯 但结果它退了一个月到现在才出 但另一个好消息就是 它2月都应该会有多一水的再犯 2000年偏好5 非逆零色高达改 这一份模型其实早前都有出过一次 我自己的评价就是 那么多个尺寸的Wing Gundam 其实这一只PG的比例上 就差不多是最差的一只 最主要是MS本身的身体有点过大 同时用现在的目光看起来 不够流线 也不够多细节 那对比较大的和背包的接驳 也不算得太实际 你扭几下很容易 而且不够力保持在某一些角度上 只不过又真的不是一无事处 它那对比较小的副翼 但出来的机关到现在看起来 我仍然觉得挺有趣 它大部分的关节都是用来思想 所以就算对翼重 它都依然是站得稳 可能被人插得多 其实这款的价钱是应该再便宜一点 如果你说700元以下的话 我觉得其实买零件也值得 接着看MG 这个月只有一款 2021年编号217 星星高达 刚刚那条新片也说过 其实大家都好像不是对它太有兴趣 但是首先以一款可以变形的MS来说 它的可动也不算差 关节也算得上实际 当然卖点之一可以安装到 Strike 系列的背包一踢上去 就不太讨好 但事实这样也增加了不少可换性 没错 说分析来说 它真的没有太多层次 但是它也跟了大量的贴子 堆上去之后也不会觉得太差 只说结构的话 我自己觉得它算得上是一款中上的模型 接着就说高级 先说高级UC 2000年编号8 爱尔兰摩鞋 用现在的眼光去看结构上 当然有点松和软 特别手抓那里是不太实际的 未必全角度都保持得住 这些都可以加上胶水 加好一点的波装去解决 射幅结构和十指可动 是有趣和特别的 加上它的比例又真的没有AMG版那么肥仔 不少师兄是因为比例 就喜欢这款高级高级的 2001年编号22 智乎号 以前这份模型就算有些年份也好 都还有不少人对它有兴趣 因为1比144的尺寸就真的只有这份 不过后来出了RG 而RG又出了这么多细节 这么英俊的时间 就真的会少有人买的了 话说回来它价钱不算贵 而且造型那么特别 如果用来杀肉 其实还挺有价值的 2007年 编号78 归8 我自己说九成都是赞的了 到现在也好 很多新红白都还在用这份模型的某些部件 最好是它本身的造型够特别 所以没什么比较之下 现在看上去都不觉得不够细节 而且机关处处 可以换的部件又够多够齐 比起同期其他高达的模型来说 可动是好了一个级别 早期的HIGH GYC 它绝对是值得入手 那当然啦 无碍就另计 2010年 编号117 老虎改 其实我自己刚刚才搞的这份模型很久 脚的可动就死静了 搞不到地低 重点就一定在那个盾加机枪的组合 以早期的HIGH GYC来说 这个分件算有心思 不过组装的时候留意 左手的机炮左右角有一粒可动的小部件 是比较容易咬断的 玩起上来的时候就要留意多些 2015年编号191 元祖高达新生版 HIGH GYC入面 性价比可能是最高的模型 主角机 可动中上 组装简单 你只可以嫌它不是比齐所有武器来的 但是有这么说 那把光速矛和铁锤 连MG都不是纷纷有给到你的 还有在香港的模型点 我又真的没见过它标价80元以上 性价比真心高 是推坑神器 还要说是学改装和学赏色的这个大坑 2015年编号195 卡比零新生版 如果说MG和这一款只可以选一款 我自己就会选一款 当然尺寸和价钱是一个考虑 另外就是它对新手是比较有很多 MG不是不好 但是MG很多细节 又是藏在外甲下面 要展现到它就真的要做很多爆甲和改装 High Grade这份组装简单 比例又要好 还要手肘的关节做得比MG 生生版这一款也算是高质的 2016年编号196 老虎生生版 不知道为什么又是要把这份老虎和老虎改同一个月出 那又当然是两只可以要完 但是如果只说结构 说细节 每一个位置这一只老虎的生生版都赢了一点 只但每样东西都赢了一点的话 拼在一起比就没得比 最重要是那对脚的可动至少是正常而不是低的程度 玩起来就已经是完全两个世界 2016年编号197 强人生生版 比其他的生生版其实这只强人一点都不差 只不过它没有好出众的部分就没有那么多人留意 除了脚掌的可动是中下之外 全身都做得好 盾名片就算是偏重也好 它的关节都是保持的 只但可能要就动画本身的造型 线条不够硬正 细节也未必太够 我自己做的时候都加了不少东西 有兴趣看下我的完成品的话 可以在现在右上角的link 或者description拉到最底也可以找到 2019年编号224 命运高达生生版 涉出剧场版毫不意外地 所有有关的模型都应该会出回一转 生生版的命运本体就是中上 比例是合格以上 但因为RG版的脚掌 比例做得很奇怪 对比之下这款就好像做得很好 当然这个价位有这么多不同的效果件 亦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惊喜 如果对比你比较执着的师兄 比起RG这款HIGHGYC 可能更加吸引到你 2020年编号231 无限正义高达 如果你当Emmoto Justice是另外一款MS的话 这一份模型就是这款MS最最新的版本 我自己就觉得它是HIGHGYC入面 分析分件做得最仔细的一份 而且它有大大的背包 你砌起来一定会过足印 只不过很多我自己砌起来就觉得有点松散 又或者可能只有我那款 大家砌的时候也留意一下 2020年天后232 威达 C系列里面最有型的杂鱼机 罕有的Bandai对这款两样产机MS本体 好像没什么偏好 说到美动画就是这么多年前 又是炮灰的存在 细节就真的没什么了 最大问题来自腰夹 后面那一块是固定了 所以就这样限制了脚的可动 同时也限制了腰的转动 侧边的腰夹因为用C扣 所以比较容易HIGH 背包无论分件还是结构可动 都是比本体两眼的 只不过它也有多大的范围 是要用贴纸保释 另外之前出过再返那堆 HIGH GRADE SEAT 系列的背包 也可以通用在这款MS上 2021年编号237 印式L 一样都是SEAT 系列的杂鱼机 我也不知道它算不算给威达做得好 它是真的比威达更加简洁 只有4块板件 还要有不少费件 它利害在是不需要用任何贴纸保释 基本的分析已经用分件处理了 可动来说整体不算差 但腰部跟威达有同一个问题存在 不知道为什么它是有一阵被人炒起过 但现在又好像没了这回事 然后到HIGH GRADE的水星魔女系列 2022年 偏号3 风铃高达 我自己手上也在做了一款 说真的它那个C扣是比我想象中做得好 只不过这些C扣的紧实程度 你真的要玩一定时间才验证它有多实 跟必可以合成盾牌 也可以当外甲这样装上MS 这个设计是挺正的 而且组装的难度其实也偏低 很明显是有心用这个系列去推一班新的玩家入行 2022年 偏号4 迪兰扎 古二专用机 虽然整只MS的线条是比风铃更加笨重 但意外地它的可动计算起来比风铃更加灵活 那我们就不说它那条羽毛究竟是什么了 最大的肩命是肩头两块肩甲 本身已经有四个方向可以做到转动 加上肩头本身也可以做到一个挺大的可动 所以你摆姿势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做到任何干涉 而且它也有收纳武器的功能在里面 加上造型也挺霸气 其实这只模型是挺不错的 2023年 偏号24 钢鱼尔雅 虽然说它只是类似浮游炮的存在 但意外地完成品出来是挺好看的 线条简单 没有很多分色的层次 但因为它本身是灵国分明 自己做另外的配色给它也比较容易 网上有很多大层已经做了同样的作品 如果你本身已经设计好了一个色组 但你不想直接找自己的外机去试 先做在这一款上面也是一个挺好的练手作的选择 说到最后便宜 2023年 偏号25 战騎高达 大后期才推出的机体 不过也没有出场很久 水星之魔女的机设其实我自己觉得挺特别 特别在它和一套动画里面 机体的风格可以挺不同 这一款战騎的大剑或者背包的装备 就是其中一样 留意大剑分开之后 它的接驳位是又不一样 而且也很小的 收纳起来是比较麻烦的 大家玩的时候可以留意这一部分 因为真的很容易不见 2023年偏号26 20高达 又一次打我面 我原本以为水星完了 它再返回两三次之后 就不会再出的了 怎知道今天也还有 长到像素败那样的武器 真的在高达里面很少见的 除了武器特别之外 彩色的部件也比较罕见的 结构就 都走不出水星魔女的范畴了 相信现在的架 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刺赏 所以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入手的 现在分分钟可以看到新低价的 走开街 别留意一下 2023年水星之魔女 武器展示架 我自己觉得整个水星魔女系列 这一份就是超越系列的存在 除了水星系列里面的机体 可以用到这个武器架之外 其实基本上 所有有浮游泊的机体 你都可以用得着 特别如果你本身有一个櫃去展示 你之前已经砌好的模型的话 这个展示架真的可以帮你 放到更加有型的姿势 我就这么不幸一直都买不到 但是如果我看到 我自己会买一份的 E.C.E.C.E.也会有一份 2022年编号3 New Godard Bill Fight Marta Thirst 出之前 我觉得这一份New 基本上都是E.C.E.C.E.最值得入手的一份模型 首先它没有原祖这么快挂 有多小小的细节 而且它也能维持到E.C.E.C.E.本身的简约 你不太简单 也可以在HIGHGRAD UC那边 拿New的浮游跑过来 组装上去 其实都是入门推坑的好物 跟爬君一月也会再出多一次 它的组装就更简单 但是得意在 它是有一个框架模式的支撑架 就算你当它是一个桌面的小摆设也好 其实也好 但是我又提醒你 它的物料是跟正常的Goda不一样的 用了环保料 所以质感完全不同 而且在细位是特别脆弱的 组装的时候 特别留意背包那两个 同背包一体化了的剑柄 是非常之容易断 我自己就断了 千万不要报我后塵 还有SD系列 因为不熟SD 所以我就只说名 和大家快快手走看一次 SD EX系列 2015年编号3 能天使Goda 2015年编号4 飞翼零式Goda EW 2015年编号5 独角兽高达破坏模式 2017年编号15 布商女妖 命运女神破坏模式 2021年编号18 飞翼高达零式 然后就三角创结传 2019年编号26 典位专者高达 2019年编号27 徐访地狱死神高达 2019年编号29 天霸曹操飞翼高达 最后可能是PGU以外 一月再返 最值得留意的 Hallopar系列 我说整个系列 general的说 画面就会照出图照出 给大家看看 整个Hallopar系列 一月除了编号1的Basic Green之外 会全部再出一次 但Bandai在2020年更新了 Basic Green在编号12那里 再出一次 所以勉强来说 它是算出齐整个系列了 其实整个系列都挺可爱的 而且有多色选择 就算你自己不会做朋友也好 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颜色 其实我自己也忍不住 买过两款特别版 其中一款就尝试抽套送出去 而且今次的再犯 就不是单单只有Hallopar的基本形态 它也还有Closofar 其他不同的MS和MA形态 加上2020年 跟Biu輝那边出的作业用Hallopar 今次也一口气再犯了 这几款认真 这次再犯完之后 真的不知道去什么后年 马月才会再出一次 而且一来不贵 也容易组装 如果送给小朋友 做他们的推坑作 就再好不过了 正所谓的兴趣是要从小开始培养出来 这一段就很明显后補 因为我27号晚才收到最新的资料 其中一部分的款式 要纯年到2月1号 或者甚至2月再后的时间才出到 眼里的观众 可能刚才我介绍的时候 看到出货日子都觉得 好像不对路 确认了要延期到2月再后的时间才出到 就包括高级的元祖新生版 水星的降优二亚 以及铁球哈佬 其实日本本土延期出货的话 很大机会我们香港都会跟回的 只不过也都出现过 按原本设计照照 派货给海外 所以如果真的喜欢这几款的师兄 就会唯有留意一下 市面的模型店有没有翻货 片头也都说了 Bandai公布了24年 上半年的新款 其中一款我就比较 真的想现在先说一说 这一款就是 新安州玄石 NT version car 官方当然 post了不少资料 我第二天就立即上官网的标准 对一三年出的那只玄石 看看有什么分别 以下就是我暂时找到有分别的几个地方 第一就是它的胸口和左右手袖口位 分别有一个大袖的花纹 是用分件去做分析 那就不用特意用贴纸 或者用刷金边的方法去做上色 这个绝对是一个进步 但是你放在今时今日 我就会觉得是基本 然后它盾牌的底部 是多了一些机关 就让你收纳光束虎的手柄 和Bazooka前面的那个部件 再来就是给了一把新武器黏刀你 而且它背包的推进器是加长了 再看下去就真的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 而且一三年那只已经是卡版 所以这次也不会特意加了什么细节 在外甲上 如果你跟我说一三年出了第一只玄石 然后两三年之后再出这个NT版本 我都会觉得很没成志 但至少我接受的 现在你跟我说隔了11年 改了那个丁屎的东西就跟我出多一只 那我就真的觉得是极度没成意的一回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 其实大陆的GK件是有出过玄石的套装 也是出得非常漂亮的 当然GK件是可以做得这么漂亮 是因为它牺牲了所有可弄 但是当你Bandai已经知道 市面上是有一件这样的成品 你除了加回动画里面有那个丁屎不一样的东西之外 你其他位完全用回旧母 如果一点点的细节都不跟我加多一点点上去 就这样当新东西拿出来买 我只能够说我真的很失望 其实我自己也真的很少说得这么不留情面 不过这一下我真的生气了 当然也说回除了这一只之外 其他新品我觉得都还好的 因为新的模型又真的没那么快出 而且等多半个月 可能又真的会有更加多的资料 所以我还是留在下条片 新品影片的时候再说 那说回一些私人的东西 上次我的新品影片出完之后就马上跑街马 但是我也有看完你们留言给我打气的message 跑到最后你们留言给我的message 也是支撑到我继续跑下去的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真的在这里说一句多谢 未来1月21 还有一个插马的全马我还要跑 插马就是金级赛道 所以我也希望做一个比街马更好的成绩 上次街马我就5个小时56分才冲 换句话说 真的大会限定的时间 4分钟之前我才玩得完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基本上还是要继续体能和休息为主 变了开Live和大家聊天都很紧的了 但是我都会照样在YouTube和Facebook post我自己的练习记录 但大家至少知道我没有偷懒 所以到1月 我想我都只能够维持到 最低限度就是一个月两条影片 如果我这样报下高达模型情报 你们对听的话 又或者喜欢看我分享一些处理模型的技巧 工具的实测或者开箱的话 记得CLS这个频道 好 那我就要回去继续我的练习记了 我是肥宅模型 我们下条影片再见 Peace